如果要說這波阿姆狂一口氣擴大最多感染的 那就是風險最高 你得脫下口罩吃飯的吸體中立中山店 現在好多的確診者足跡都有同樣的高風險 也就是餐廳 其中有跟圓山飯店女廚師她哥吃飯的1839基 就曾兩度來到這家南川麵館用餐 現在疫調追蹤發現 原來中山那位幼兒園女老師 她也曾經在同一個時段來到著吃麵 恐怕是因此染疫 染疫的女幼兒園老師為案18590 她曾在1月21號中午去南川麵館吃麵 可能傳染給她的是原山女廚師 房仲哥哥的朋友案18397 1月21號中午就先來吃飯 她其實17號就有症狀 兩人在麵館重疊14分鐘 因為不認識 接觸感染機率低 恐怕是靠餐桌 公共醬料瓶感染 若是如此 包含其他顧客跟老闆 風險也很高 餐廳感染案例除了吸體 這回幼兒園老師跟案18397 兩人不認識 但同時段用餐 還有案18514 因為去姊姊的餐廳吃飯 也傳給不認識的案18554612625 其他女顧客 而桃園太陽能公司員工案18135 後來去過的餐廳也找出案18348616跟617 4人不認識 不同桌 再來台北女科大生案18521 同桌聚餐的17人 現在已經至少3人確診 風險之高 梅花座防疫隔板要恢復嗎 我讓疫苗護照早點上線 因為你知道隔板 我跟你講 我發現幾個感染而已 他也不是坐在旁邊 他隔壁桌的 柯文哲覺得 倒不如讓疫苗護照速速上線 因為隔板梅花座不見得有效 中央怎麼看 當然有些要用我們也不反對 當然沒有強制 不管內用 但也沒恢復梅花座隔板措施 反倒桃園市長鄭文燦宣布 桃園進場卡拉OK 餐廳內用著數減半 高雄市長陳其邁要求 其今雙圈餐廳得恢復隔板 民眾還是拉高自己防疫等級 比較實際 U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